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欢迎大家继续收看我的区位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上一节课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UIWheel的一些基础知识 然后讲了一下UIWheel层级结构和它的frame的这个属性 然后呢,这节课我会给大家介绍UIWheel的一些其他属性的使用方法 然后呢,以及它的一些常用方法的使用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note 然后呢,我在这个地方列出了我们UIWheel的常用属性以及UIWheel的常用方法 一会儿我会在代码里面给大家去展示 然后呢,现在我们先给大家大体介绍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frame属性 这个上节课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它决定了我们这个Wheel的大小以及它的位置 然后呢,这个center属性是我们当前这个UIWheel的终点的位置 其实它和这个frame的里面的xy是联动的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改了frame的xy 那它的center也会相应的改变 如果我们改了改变了它的center呢 那它frame的xy也会改变 所以这两个我们如果设置了其中一个 那另一个一定会改变 然后tag是一个integer的一个值 也就是说它是一个数字 它们用了可以用来标识我们这个wheel的一个编号 如果我们设置了这个tag呢 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编号来会获得我们当前的这个wheel 就是说我们不一定要有一个变量来指向我们这个UIWheel 我们也可以通过它的tag来获得它 然后这个background color这个就很明显了嘛 我们它的背景颜色 然后呢,我们可以去比如说把它改成红绿蓝 whatever,只要你愿意 然后下面这个属性呢 是用来控制我们当前这个wheel接不接受点击的 也就是说当我们把它设置为no的时候 即使你这个UIWheel上有一个button 那这个button你点击它也是没有作用的 然后下面还有两个属性 一个叫subwheels 这个属性可以获得一个数组 然后呢,这个数组里面包含我当前这个UIWheel的所有subwheels 也就是说所有它的子wheel 全部都会被包含在这个数组里面 然后呢,superwheel这个会指向它的副类 副视图 这个在上节课当中呢,都给大家介绍过了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说几个UIWheel的常用方法 UIWheel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但是在初级阶段我们常用的可能也就是这几个 首先,aidsubwheels 这个就很明显了 我们当新建完一个wheel以后 我们可以把通过这个方法把我们新建的wheel来加到我们当前这个wheel上去 嗯,你加上去了 加上去一个,那我们当前的wheel就有一个subwheel 你加上去两个,那我们就有两个subwheel 你通过这个subwheels的属性拿到的值 就是我们通过aidsubwheel方法加到这个UIWheel上去的 然后呢,下一个insertsubwheel 这个就,嗯,从看名字也可以看出来 它是插入一个subwheel 也就是说,当如果我们已经放了一个UIWheel在一个UIWheel上 那我们通过这个insert的方法 我们可以把另外一个UIWheel来放在我们刚才的那个已经添加到wheel上去的下面 然后remove from superwheel 这个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我们可以把我们当前的这个UIWheel从它的复wheel上移除 嗯,就是一些插入增加删除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跟我们的数据操作也是非常相似的 毕竟我们的这个wheel其实也是抽象成了数据嘛 然后,嗯,说了这么多 然后我们还是在我们的工程里面去看一下具体的效果 首先我们先打开我们的工程 呃,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这个界面是我们上一节课当中 用interface builder拖出来的一个画面 然后我们先用模拟器来跑一下看一下效果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之前已经通过interface builder 然后来建立的一个wheel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绿色方法在正中间吧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通过程序然后来改变它的位置 然后这块就很容易了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比如说我们改变它的背景颜色吧 大家可以看到刚才它是绿色的 然后呢,我们现在把它改成蓝色的 这个background color 这个background color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我们uiwheel的一个背景的属性 然后在我们的ui kit的基础使用当中呢 我们所有的color都是用这个ui color来表示的 然后它有一些常用的颜色的方法 大家可以看到black color,light gray color,white color,blue color 然后除了通过这些呢,我们还可以通过这个rgb和alpha的值 然后来设置我们一个颜色 rgb,alpha这个大家如果对图像有一定了解的话 应该知道我们通过红色,绿色,然后还有蓝色 然后还有一个透明度 然后这四个值呢,我们就可以来做出各种各样的颜色 然后现在我们已经把它背景色改成蓝色了 我们再运行一下模拟器 看一下实际效果 哦,大家看到了吗 我们这个方块已经变成蓝色了 这就是说明我们在那个地方修改的属性已经起效了 嗯,这个地方还有什么可以改的呢 哦,对 然后属性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然后已经给大家介绍了一些这些属性的大概用法 然后大家我会在在接下来的课程中应该这些属性大部分应该都会用到 哦,不过这这两个可能不一定会用到吧 然后其他的应该还是会用到的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他的这个方法 比如说这个8subwheel 这个方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 大家在手写代码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嗯,怎么用呢 首先第一步 我们要来一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 然后这个变量 比如说我们叫 嗯,叫什么呢 叫Redwheel吧 一个红色的wheel 然后呢 它是一个Uiwheel 然后我们通过它的init函数 然后来创建一个 哦,之前忘了跟大家说 这个init函数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函数 其实我们每一个nsobject 这个nsobject就是我们这个ui 嗯,uikit的一个积累 这是我们整个 我们这个iOS平台的一个积累 它上面所有的对象 全部都是继承字nsobject 自然uiwheel也不例外 然后呢 通过 然后我们这个所有的对象 它的初始化函数呢 都是init 我们可以通过不同参数来初始化 然后一个uiwheel 比如说我们就用这个 嗯 它的init with frame的这个方法来初始化 然后 嗯,我们可以随便写 比如说坐标0 坐标0 然后大小40 的一个方块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它添加到我们的这个 tempwheel上面去 这个 就是用到我们刚才说的 addsubwheel的这个方法 这个问号 大家应该已经 如果对swift之前已经学过 已经很 它是一个optional值 也就是说 它可能为空 然后也可能不为空 嗯 然后我们这样 readwheel 这样我们就把 我们新建的这个wheel 也是它在00坐标 40层 40大小 添加到了我们的这个tempwheel上面去 然后呢 我们还需要 既然是redwheel嘛 那我们就把它的background color 改成 right 也就是红色 这样我们运行一下模拟器 然后来看一下 效果 我们运行模拟器 再来看一下效果 理论上这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个 哦 大家看到了吧 我们刚才这个40乘40 它因为我们这方蓝色是80 所以这40正好是它的一半 然后坐标点00 它就是在这个蓝色的wheel的 以它的右左上角 00点为基础的一个方块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直观的再展示一下 然后比如说我们把它的坐标改成20乘以20 这时候会有什么变化呢 大家可以想一下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OK 大家可以看到了 它居中了 这个居中了以后呢 就是说明 因为为什么大家居中了呢 大家可以计算一下这个frame 它一共是40 一共是80 然后80减去我们的宽度40还剩40 40除以2就是20 所以20正好是我们居中的时候 我们这个方块距离旁边的边局 也就是说 其实在我们UIKIT的使用的方法中 很多的时候就是计算我们的frame 计算这个相对值 当你把这个相对值计算清楚了以后呢 就可以非常容易的写出我们的UI 然后使用auto layout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使用这个相对的值去计算 然后在接下来的课程中也会给大家设计到auto layout 也就是自动布局的这部分的内容 刚才还有一个center的一个值 对吧 我也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然后看我们还是把它改回00 这时候它应该是 去到回到原来那个点 就刚才第一次运行的时候 然后我们改一下它的center 然后center值是一个cgpoint类型 也就是它是一个点 就很好理解 然后cgpointmake 然后通过这个呢 我们可以构造一个点 然后呢 如果我们想让那个 刚才的那个红方块居中 我们这块应该是多少 其实就是我们只要把它设置成 那个蓝方块的终点就好了 蓝方块终点是多少呢 它是80乘80 那它终点很简单咯 40乘40 这样我们就把它放置在了 蓝色方块的中间 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那个代码的作用 既然可以添加 当然就可以删除了 然后我们再试用一下 刚才给大家说的那个remove的那个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 我们把蓝色的方块移掉吧 点 remove from superwill ok 现在的话 大家应该是看不到 当我们把负试图移除的时候 它的所有子试图也就会跟着一起消失的 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把tempwill移除掉了 那redwill肯定也跟着一起消失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是不是这样的 这就是一个竖状结构的一个结果 当我们把一个根节点移除的时候 所有的根节点下的子节点也都会被移除 大家看到了吗 这就是我们要的效果 我们移除了它的fullwill 所以它子will跟着一起也都消失掉了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移除掉这个红色的 那这两个白色的会跟着一起消失 如果我们移除掉这个绿色的 那整个页面上所有的东西就全部都消失掉了 这就是这个我们这个uiwill结构所导致的 ok 这节课给大家展示了一下 uiwill的一些基本属性的使用 然后以及 它一些基本方法的使用 然后也直观的给大家看了一下 我们如何通过程序的方法 然后来控制我们在story 在我们的interface builder里面来建立的这个will 然后怎么跟我们程序建立连接 然后呢我们又通过程序来修改了一些 我们这个will的一些属性啊 然后通过一些方法给大家展示了这些效果 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主要内容 然后下一节课呢 会给大家介绍一下uiwill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 嗯就是这个东西 大家已经看到了 它是我们iOS应用的页面的基本展示单位 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页面 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个willcontroller 然后呢我们下节课给大家讲解 uiwill的生命周期 其实这个地方大家已经可以看到一点苗头了吧 willdidload又是一个did 大家没有发现 那一定可能还会有一个will对不对 然后呢这个还有d的receivememorywarning 这个和我们那个应用的生命周期 是有一定相似性的 然后下一节课我会给大家仔细的说明 呃OK 这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我是winski 然后非常大家非常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课程 然后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的课程 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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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